中文大學校董會昨天通過決議 即時解僱副校長兼大學秘書長吳雪培 吳雪培昨晚發表聲明 指對校董會的決定感到極大的惡言、悲憤和難過 自己未有機會作出新辯就被解僱 對此感到遺憾 並指校方的說法對他構成嚴重不公 吳雪培在聲明中指 在今天下午約2點收到校董會主席的書面通知 宗旨他與大學的僱傭關係 他對此感到極大的惡言、悲憤和難過 並強調他作為中大副校長及大學秘書長 兼任校董會秘書 一直根據大學的條例和規程 按照校董會和校長的指示 秉持專業忠誠的態度去履行職務 他又透露校董會在10月中通知他 將會成立一個小組對他進行調查 吳雪培稱在過去的2個月 小組一直都沒有邀請他參與調查 答辯或提供資料 直至今天他才知道 認識一個3人小組已經成立並完成調查 吳雪培說 我還沒有機會對此項及批評作出申辯 校董會就作出解僱的決定 我對此感到非常遺憾 對於校董會在聲明中提到的 對吳雪培能夠或願意 以符合良好管治原則的方式 去支持校董會的工作 已經失去信心 他表示對此無法理解和同意 他強調自己從事大學行政的工作 已經34年 在中大工作16年 並反駁指校董會的說法 對他構成嚴重不公 吳雪培最後在聲明說 對於有個別校董和社會人士 一而再對他作出毫無根據的嚴重誹謗 他非常遺憾 並會保留作出追究的法律權利